好,還在搖 好,剛才這比較花時間 這比較不花時間 再加上那個裝飾 有沒有多餘啊 比較漂亮一點 如果全部金色也是有點單調 就看配的好不好 好,這比較好拆 我看有沒有硬 因為剛才那個軟的 這個是硬的 好,那這個是 膠到外面都沒關係 很好摳掉 都很好用 好,第一個這樣算成功了 所以這比較沒問題 這樣看呢 可以,好,會移動 因為這對焦有時候都不好對 然後寫經期方面就是 經期比較難寫,比較稠 這薄的比較沒問題嘛 然後關於流書方面 寫錯邊都沒關係 因為其實流書有上面也有下面 都有 所以我現在就不管了 上面下面想要怎麼寫就怎麼寫 看起來真的還是有差 比較高級一點 這個送人真的是很好 這個我都盡量把這個點點移到字外面 結果又跑回來 也還好啦 像這個龍馬精神也一定要弄 沒弄就 就沒精神 這是這一批部分 接下來還有 我做了一堆 我先把它移開 還好這個沒有黏 當然這粉紅色的為什麼會黏 我就覺得奇怪 好像放一下子就硬了 還是軟的 這個是軟的 這個是軟的 這個比較硬 軟的軟的軟的 先不要碰它 好接下來把這個都拆完 這個 這個 剛好有看到貝殼的 超棒的 剛好可以配合 這種的都好拆 那我不用拆了 我把拆好的放過來好了 我也比較好拆 就大家這樣看 看放黑色的嗎 我放黑色的比較好看 那就放黑色 因為我剛才電子是為了說 要放在哪一個區塊 要在哪裡講解 大家才看得到 所以我才用那樣子 不然這樣黑色 很好看啊 這我們之前就做了 就覺得真的高級了 看起來就是很棒 那現在加上這些小飾品 這個 那個流酥的地方 放上面下面都可以 所以亮粉 在剛才這個南瓜部分 這個就不需要用那麼多 不過目前看起來是OK啦 但是也不用那麼多 它有的是在中間不錯 集中在上面OK 這個都很好拆 那血的話真的 經濟容易 血的速度比較慢 然後又容易浮在一起 所以我們這邊等一下 用毛筆寫的 比較一下 看起來就是好耶 這送小朋友也好 送家長 大家要做什麼 要寫什麼再跟我說 三分鐘 好這個是墨汁的 這感覺比較傳統 我只加一點點 我看有沒有看錯 我現在那個夾子夾到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畫面 這個位置是看不到畫面 這 這 目前這邊我都看不到 這邊 我自己看不到 好我有加這個算不錯啦 那我拿起來看 有啦 後來都有加點小飾品 還有杯墊 杯墊 等一下再跟小熊 還有粉紅色 小熊送給女生的 小熊有粉紅色 這火花來做的 目前大概是這樣 還有其他的 這是類似的 反正就是這樣看 這邊介紹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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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 好 好